就是這輛機車三人擠在一起 奇怪的是中間這一名男子 頭上被綁上了黑色頭戴 不僅蓋住了整個頭部 連臉部 耳朵 頭髮都看不見 讓目擊民眾說 難道是被人綁架了嗎 還有人說這模樣 宛如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 出現台灣 讓國際社會震驚的伊斯蘭國殺手 頭上戴著黑色頭戴 讓人看了不寒而栗 對比雲林倒六街頭出現三貼歧視 這裝扮難免讓人聯想 目擊民眾以為有人被綁架了 趕緊報案 警方根據車牌號碼 傳喚當事人到案 原來這名外勞上班的時候 頭部受傷 同事情急之下 才會用黑色頭巾幫忙止血 用機車一路闖紅燈 急忙在他到醫院 因為頭部受傷 緊急要送醫 所以才用黑色的布 把他的頭部蓋著 然後緊急送我們 抖六的成大醫院救醫 回到現場 就在這一處雲林抖六的大馬路上 許多民眾目擊了這一幕 真以為當街有人被掳走 還套上黑色頭戴 還好最後真相大白 頭部受傷送醫的當事人 經過爆炸之後也平安出院 至於王一超一三居小組在雲林的採訪報導